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发大财 初四初五 初三我们都 从初一到初五我们都想接财神 赢财神 大家都想赚大钱 但是你知道吗 赢财神接财神 摆财神接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 其实要特别注意 有一些习俗要小心 大年初四 建计千万别出万 小心穷整年财神远离你 好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主题 今年的大年初一初 都在赢财神 好初四也要赢财神 但初四这天的赢财神 我们要小心很多习俗 好我们先讲一下 赢财神接财神 把财神接到我们家里头 大年初四是赢财神的好日子 所以众神下凡回到民间 这千万不能小气 要多与人分享 可以帮助一整年的财运 这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请你们帮我按赞 分享 尽快分享给你所有亲朋好友 好我们来看一下 祭拜财神有小撇步 好这个美美咖咖的问题很多 不要小看 若不慎触犯禁忌 恐怕就要先跟财神爷说拜拜 那还得了 我们不能跟财神爷说拜拜 没有钱还真痛苦 钱虽然不是万能呢 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有点钱来生活了 好先看一下 初四的习俗呢 迎神祭拜时呢 家中要保持明亮 好最后通风 你把窗户稍微打开一下 财神就会进来 各路财神都会到来 所以不要把门窗关紧紧好不好 所以呢在过年这段期间呢 请你把稍微把门窗稍微打开一下 也可以让家里通风更好一点 那当然呢 如果你是住在比较高楼层的话 空气就当然可能好一点 但是太低的楼层呢 就不要天天把窗户都打开 因为外面呢可能有一些病毒的传播 我们还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哦 好那接下来呢 朝着住家大门的方向去祭拜 我们家的大门口就是我们的出入口 公司的大门口也是我们的出入口 不管你是住工厂 公厂啦公司店面啦甚至住家都一样 就是你的大门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出入口了 好很多每个人都要经过大门嘛 所以这是很重要 记得将家中的门窗打开 这样神明才方便出入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出事的习俗是什么呢 有很多禁忌哦 好营造神送火神 所以呢这些禁忌我们千万别触犯 好营造神要送火神 记得啦 好那再来的话呢 每出事呢都是诸神 由天界反人间的时间 即时有送神早 接神晚的时之说 所以呢因此呢 送神最好在一天大早就进行 而接神呢 则在下午以前要进行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五入财神的话呢 以前呢商家春节休假呢 一般都在出事晚上呢 接请五入财神 接着初五呢 开始图吉利 那今天五入财神当然出事就要接了 不一定要到初五一大早 我如果呢你们早上可以早一点起床来接 当然最好了 因为呢财神不入暗门 我已经再讲一次 财神不入暗门的原因是什么 你家里暗暗的 那你财神就进不来 那家门口你要赢财神的时候 家门口要打开 窗户要打开 方便他们进出 然后呢接着下来呢 你要拜这个拜拜的时候呢 请神的时候呢 一定要诚心诚意的请神 那不要想说 我请了神以后呢 我就可以大发力士 那你只好还是要勤劳 还是要努力啊 这个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成功必定靠努力啊 好所以迎财神也要很努力 知道吗 好接下来呢 吃哲罗 哲罗的意思就是呢 过年期间大家剩下的饭跟菜 在一起的大杂会 所以出事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吃能保持 今年也能够衣食富足不愁吃穿 所以出事呢 都是吃生菜生饭呢 不能倒掉 我告诉你要爱惜良食 否则你就在过年期间呢 少煮一点 就不会呢 哇这边囤一堆那边囤一堆 到您出事出五多 还吃不完就不太好 那雨衣呢 就是每天都让它有一点盛雨 好不好 那代表我们讲 整个年度里面就年年有余 迷惘不能没有米 冰箱不能空无一物 记得啦 好所以呢 如果万一没有的话呢 要添补一些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扔穷 赢富送穷 送穷很重要 谁不喜欢有钱呢 谁都喜欢有钱 我们要钱滚钱 财富满贯 我们也要呢 不一定是要这个滑下美屋 但是呢 不能太穷 太穷就是可悲可怜嘛 对不对 好也就是打扫的意思 我们要扔穷 屋内扫地呢 把垃圾扫到外面叫扔穷 可以把穷神送走 所以呢 出事这天呢 我们要扫地的话 从里面扫到外面 不是从外面扫到里面 这样知道了 好来绑火神 那火神呢 在古时的风暑里面呢 用玉米梗或者呢 麦梗绑在棍子上面 然后从家里送到河里 能祈求一年的家里无火灾 绑火神 五代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一个玉米 然后呢 将你家里的那个玉米梗啊 都绑在那个 这个棍子上面呢 然后从家里呢 送到河里面 祈求一年无灾 那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呢 用火要小心 今年的火神能量很强 刚 我这两天都在听到外面呢 我在办公室以后 在家里都听到那个 哟哟哟的声音是什么 就是救火车的声音 不是救护车 是救火车要小心哦 好那银神有诀窍 我们在银神 银财神的时候有很多诀窍 很多老师呢 都告诉你说 你就要这样子 怎么拜就可以了 不 银神的诀窍很多 好第一个呢 你如果是心情很不好 银财神引不进来 第二个呢 你口中睡睡念 银财神也引不进来 然后呢 忽然间跟家人吵架 你银财神也引不进来 所以这三样事情绝对不能做 不能跟家人吵架 不能呢 心里面的压力 碎碎碎念 然后呢 又说 我去年都没赚到钱啊 那我今年希望赚大钱啊 我告诉你 财神一听你这样讲啊 他就懒得理你啦 对不对 那你每天跟他诉苦有什么用呢 你自己要努力啊 努力赚钱 好不好 那所以不要碎碎念 那再来的话呢 不要只求我要发大财 然后不做善事 善小而为 我告诉你 钱 才肯跟着你 一个有福气的人呢 钱是回来找你的 没有福气的人 追钱追不到的 所以呢 我要讲这三件事情呢 跟大家分享咯 所以呢 有钱的时候呢 当思无钱之苦 好 要善用你的金钱 第二个呢 不是当小气财神咯 好 第二个呢 要将你所赚来的钱呢 有时候呢 比如说 有些穷困的人呢 帮助他一点啊 他不是天天都说 我要去做法费 拼命的送钱给那些僧众 不是 你可以给一点 可以帮助一些 年纪大的 无依无靠的老人 年纪小的 没有父母的孤儿 我觉得这都是做善事 善小而为 好不好 你的一百块 五百块 都是在做善事 好 走在路上 看到香蕉皮 剪起来放垃圾桶 也在做善事 好 看到有碎的那个什么 那个玻璃 剪起来也是在做善事 为什么 走过去的 万一跌倒了 滑胶了 他就会什么 受伤了 所以这个都叫做善事 看到老人家呢 那就是稍微离让一下 走路的时候离让一下 下车的时候离让一下 这也叫做善事 好不好 所以呢 应该其实做善事的方法非常多 而且是善小而为 好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朝着住家大门的方向祭拜 记得 将家中的门窗打开 这样财神才会方便出路 我是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有个很有钱的人 他是个大富人家 那这个人呢 长得相貌也堂堂 有一天呢 他请了一个那个风水师 要去帮他家里看风水 因为他新建了一个房子 那他呢 就离遇了那个风水师呢 就载他去他家里面 那结果呢 沿路上面呢 他只要看到呢 有小孩走过去 他就会把车停下来 然后呢 他还等很久 然后呢 风水师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等这么久 已经小孩过去了 他说 小孩不会一个人在路 这样子嬉闹 那不会一个人在这样跑着 还嘻嘻哈哈的笑 这不可能 一定后面有跟着小孩 果不其然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后面又出来了两个小孩 还跟他 一直叫他的名字 就是叫前面那个名字 那个小孩又回头过来看 那个风水师心里就 一惊 他觉得 哇这个人太有智慧了 他怎么判断这么好呢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事情呢 他快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呢 他又看到了一个老年人 推着一个车子 那老年人推着车子的时候呢 他就又停下来了 他说奇怪 为什么他又停下来 他明明就走过去了 那结果呢 这个老年人呢 他车子推走了以后 后面跟那个老婆婆 他说 你怎么知道还有一个老婆婆 他说 因为呢 如果他是单独一个人的话 可能呢 后面有人要跟着 因为呢 我看他呢 频频回头 就代表说后面还有人 所以呢 你知道吗 像这样的事情呢 看在这个风水师的眼里 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人是慈善之家 而且呢 代表他是一个 有这个非常有慈悲心的人 你看看哦 光是开一个车子 不是横冲直撞 不是财大气足 不是 他就是规规矩矩的 安安分分的 然后呢 看到这些事情呢 他都觉得说 哇 这个人实在太有智慧了 而且呢 太善良了 所以呢 积善之人 必有余庆 不是吗 所以你要有财富吗 你要积善啊 行得啊 对不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那如果呢 他跟他进家门的时候呢 他忽然间看到 他还有一个高堂在 那高堂呢 坐在客厅里面呢 他马上就跟他讲说 啊 这就是我请来的风水师 然后呢 哎 这你要不要呢 这么累呢 不要坐在这边呢 那我先拿一杯水给你喝 你看这么孝顺 结果呢 风水师一看他说 你先请坐 我先帮我这个妈妈端杯水 然后呢 他就进去自己去端杯水 你知道吗 就孝敬他的妈妈 他妈妈就说 好 我先喝这杯水 妈妈就很开心说 那我可以 你有客人来 我就进屋去吧 那他就扶着妈妈进 进他的房间去 他出来的时候呢 风水师说 哎 这个某某先生呢 我想告辞了 你能不能把我 直接送回去坐车呢 他说奇怪 你不才到我家吗 为什么呢 要坐车了呢 然后呢 要不要到我后院看一看 他说好吧 那我就跟你到过院看一看 他到后院的时候呢 他家里种了那个什么 果树 结果呢 有一两个小孩呢 在果树上面呢 就是在拔他家的 果树的这个水果 他就觉得很好奇 他说 哎 那有人在小孩 有在托拔你的果树 你为什么不叫他们 和令他们不要拔呢 叫他们回家呢 他说 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果树里面 我果子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叫他们回家呢 给他们几个吃 不是他们也很开心 对不对 那我也吃不完呢 你看看 这样的积善之人 你觉得呢 他的风水好不好 风水一定好 所以呢 积善之家必有余情 好 年初事呢 跟大家讲这些小故事呢 也希望大家呢 我们平常多行善事 好 接下来最好的祭拜时间 是在早上 民众可以准备好寿金 护法金 还有土地公金 五路财神金 甲马金 还有呢 印有神马的 这些兵将的金子 专用在银神及送神用的 或金元宝 也可以准备呢 钱母作为发财金 一起祭拜 好 所以呢 我们有发财金吗 你家里如果有发财金的话 当然最好了 好 一整年里面呢 我们都希望求财 凡人都需要财 总统也需要钱 不要说凡人 哪一个人不需要用到钱 每一个人都需要用到钱 但是你看到呢 我们很多企业老板 都非常有慈悲心 对不对 包括我们去年的疫苗呢 有几个大企业呢 就捐了疫苗给我们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有打了很多疫苗 他们都是大慈善家 好 所以我们也要做一点 善小而为的事情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财神庙怎么拜呢 这个很重要 好 祭拜的时候呢 准备三到五种水果呢 财神最爱吃的就是甜食 一定要准备糖果饼干或糕点 供品千万不能吝啬 要摆的圆圆满满 若当日呢 有亲朋还有来访呢 也千万不能消气哦 要尽情款待大方分享 才可以为双方添好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财神庙怎么拜呢 好 到财神庙拜拜的时候 先放好贡品 然后点燃三柱清香 先拜天公 请求天公 然后呢 接到财神庙呢 接着呢 敬庙祭拜财神爷 记得要报上名字和家里的地址 或者你公司的名字 那让财神也知道清楚你是谁 那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你在哪里上班 你家里的地址跟公司的地址 一次禀报完以后呢 内容要明确 男女要讲清楚 我是姓男 我是姓女要讲清楚 比如说我是林海洋 我是姓女林海洋 民国几年几年几月几日生 然后呢 我住在台北市大安区 和平通路三段八十七号六楼 大洋国际婚有限公司 是我的公司哦 好 然后我住家在哪里呢 就讲清楚 我想呢 你这样子的求财方式呢 禀报得很清楚 他才记得你是谁 而且你内心要有喜悦之心 你不能板着脸说 我去年都撞不到钱 然后呢 哭诉着脸 绝对不可以 你今年如果是这样呢 求财都没有用的 好不好 嘴巴要元宝型的 然后呢 要双手核实 然后呢 要虔诚的祈求 好运到 才运到 这样知道了 好 所以呢 最好不要穿那个什么破裤子 现在不是很流行 那个牛仔裤是破的吗 哦 你不要以为这样去禀报 说我裤子是破的 他就要事前给你 我告诉你 现在那是流行 所以呢 所以呢 不一定要穿得很体面 我们最好就不要穿着什么破外套 破裤子 去拜拜 干干净净就好 不一定要非常华丽的衣服 这样大家知道了 拜拜祈求的时候呢 要先讲你是谁 让财神知道你是谁 然后呢 接着呢 要讲出自己的愿望 内容要明确 例如呢 要加薪啦 业绩要到什么程度啦 不能讲太空洞 否则可能就没有效果 讲完以后呢 要等香烧一半以后呢 再拿金子去焚烧 烧完再拿回供 那拿回供饼的时候要拿起来 说感谢财神爷的帮忙 希望我们今年呢 能够因为你的帮忙呢 可以业绩长红 我每个月的业绩可以增长两成 增长三成 我现在一个月呢 大概可以拿到三万块的钱 我希望我下个月有四万块 五万块 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你就把所有要求的东西 你不要讲得很空洞 我希望我一年度 我这个月呢 是三万块 我希望下个月有一百万 你觉得有可能吗 很难的事情 除非喔 那个天降神明 天天守着你的财啦 要不然不可能的事情喔 就是天天来照顾你的财 这个财神天天坐在你家里照顾你 也很难啦 如果你不努力 真的很难 好所以呢 也希望你求到财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回去谢神喔 要回去重新敬神 抽空回去敬神 好不好 就是谢谢我们的财神爷 帮助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赚到钱 那我想呢 就是第一个呢 我刚才讲过的 多情善积德 孝顺父母 然后呢 有爱兄弟姐妹 不能是非常小气的 太过小气的人 是赚不了大钱的 因为呢 你的钱是很抠门的 你抠了抠了抠了 就抠到自己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没了 人家就不会帮助你 所以要记得喔 好 那赚该赚的钱 也不要贪图那些暴力 那我想财神也一定会眷顾你 好 年初四呢 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呢 小故事很有趣吧 好 所以呢 这些小故事呢 就是提示我们呢 好好行善记得咯 好 财神才会眷顾你 所以初四的禁忌呢 不要远行 不要出远门 不要用针线 这是缝缝补补 尤其是补衣服 不可以 以前补衣服叫做什么 就是你穿破衣服 那代表你很穷 那但是不是 现在是这样子 补补丁丁没有关系 但是呢 初四不要拿针线来缝东西 好不好 大连初四当天 也要记得切勿触禁忌 这个初四这天呢 赵王呢 赵王也会回来查户口 所以当天切勿远行 出远门 初四待在家里 赵王也会跟着你进门来 另外的话呢 传说注意到初四呢 商家都会歇业 在这段日子里面呢 父女呢 尽量不要使用针线 若破戒呢 恐会影响未来出生的孩子 小孩的眼睛恐怕会像针线一样小滑 好所以初四呢 请你不要用针线捧捧捧捧 这是禁忌 那当然呢 现在呢 很多人不忌讳 但是我还是劝你了 有些呢 古时候的这些禁忌 还是真有挺有学问的 刚才我讲那个风水师的事情 有没有还有呢 大富豪呢 他就是这么的 有慈悲心 所以福分这么好 又这么孝顺 所以呢 也请大家呢 我们在今年开始呢 洗离我们的心灵 财神就会眷顾你 好 祝福你们了 希望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然后开启订阅 按下你的小铃铛 祝福大家 财源广进 财神加持 好 大家呢 财运旺旺来咯 拜拜